只记得李云龙的意大利炮,看看战时缴获的日军武器。 第二时集团军的刘兆东将军部队,在检查刚从云南的战役中,缴获的日军装备,没有枪,没有炮,敌人给我们造,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缴获的日方武器很多, 图为第五十七师官兵孤军,坚守常德十余天,后来又协助友军反攻,收复了丢失六日的常德。 图为中美双方的军事人员,在检查缴获的日军武器,秦峰集图,李继峰转述,影像与断响,抗战回望。 第二百到二百零一,夜,第二时集团军的刘兆东将军,检视缴获的日军火炮瞄准圈,来自爱奥巴州西达拉皮兹市的凯斯贝岛,KFB,偷少校,第二时集团军第二团,和第三团联络组成员和中国平民,在华丰街一起检查缴获的日军装备。 一架被缴获的日本陵式战斗机,经处理在中国某机场展示。 1944年6月上旬,远征军和盟军第一次攻占熔陵后,展示他们从日军阵地缴获来的战利品,森商康平编着太平洋战争写真实云南战。 第116,夜,美国国家当案馆,馆藏,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。 化学工业出版社,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,即我弩学社翻译。